出发消息,河南首相马克里特宣布,采取严格的新签字措施后,当地时间是1月12日晚,河南海牙市扎量市民走上街头抗议,并与当地警方发生肢体接触。 当地警方提到疫情抗议者设置了路障,迎向当地警方人员投掷石块和烟花。 警察一度部署了高压水缸蓄散人群,依稀警察还配备了盾牌和军棍等暴报社会。 截止记者发稿时,当地警方宣布已经进步多名抗议者。